殲17拍下一輛異影車 打馬路上轉彎 下一秒車尾處竟然噴出大量水柱 還誇張的 看很高 你看 你看 太可怕了 大量噴泉從安全島不斷向上湧現 高達一二層樓 源源不絕的水流 噴向兩側道路 但這可不是天然湧泉 而是自來水 仔細看自來水之泉 湧現處有個藍色支水閥 斷成亮街 原來當時就是被異影車撞斷 才會瞬間湧現 自來水一路從六點多噴到八點多 水越積越高 不只車輛開過 漸起大量水花 就連指標桿也被沖斷 是一台異影車轉彎不慎 將自來水公司的支水閥撞壞 駕駛攀攀攀 它沒有酒駕情勢 因為自成轉彎的時候 角度沒有抓好 運營車駕駛撞斷至水閥 卻肇事逃逸 警方循限找到人 開發一千到三千元 照逃發單 並吊扣駕照一到三個月 自來水公司出估 器材費損失約二十到三十萬元 水流失幾噸還沒估算 事故造成三百戶住戶 減壓公稅 自來水公司不排除 向駕駛索賠 民生新聞張家瑋南投報導 可以用這一點 讓你們先 ос判斷 煮到一半 水池 煮個宣告